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是单元的总结,单元のまとめ。 那今天是第15课,那今天的话呢就没有句型的解释,而直接进入到这个单元总结的部分。 那每一次的总结呢分别是5课会出现一次,那之前出现在了第5课、第10课。 那今天15课呢要总结这个单元的内容。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长时间的学习会把以前那些重点忘记的时候, 建议大家直接看5、10、15和20课的总结,这样你对于各种语法、各种词的使用方法会更加的明确, 是一个很好的复习,所以单元总结一定要看。 好,我们来首先看到第一点,句子的构成的单位,首先呢我们看到什么叫词,什么叫词组。 第一点要分享的是独立词和附属词构成的词组,我们来看到例子。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体言加注词的,比方说トリガ,那么トリ尿,体言,ガ就是注词, 还记得体言,什么叫体言,名词代词和数词。 第二个,これ,これ是代词这个,は注词,所以这是体言加注词的形式。 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体言加注词。 kaji是体言,名词da,da就是我们熟悉的this,只是呢,this是礼貌体,也就是静体,da是简体。 不论是this,还是这个da,都属于注动词,是肯定型,判断注动词。 第三,用言的某一形态加注词。 什么叫用言?用言是指动词,形容词,或者是形容动词。 好,这里给大家举了一个情况。 那,yomi这个词,yomi就是一个用言,yomi它是由动词yomu变来的, 它的说的是用言的某一形态。 那这个时候,yomu变成yomi就变成了什么形态? 连用形,nanara,注词,所以yominangara,意思是一边看。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这个单词。 同样,yomu是原形,是用言,yomu变成yomu, 这个是变成连用形,贴形的时候使用的。 那这个地方呢,要加上两点的de,那就是注词。 好,那这个变成yomu de,大家记得,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五段动词。 五段动词变成de的时候是看最后的词尾, 如果是bu muu nu的话,要变成んで,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到第四种情况。 用言的某一形式加注动词,刚刚是加的是注词, 我们来看一下注动词。 比方说,框框里面的内容,是用言的一种形式, 后面横线的内容,是注动词。 用打,看过了,行きます,要去, 帰りたい,想回去,这个想,还有肯定, 还有过去的这些,属于注动词。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点。 第二个,独立词和独立词构成的词组。 首先,第一点,用言的某一形态,加体言。 用言,好,我刚说用言,包括了动词形容词跟形容动词。 那这句话当中,あかいりんご,红色的苹果,あかい就是一个什么,用言,りんご是苹果,什么呢?体言。 那形容词是可以直接来修饰名词的。 しづかな,形容动词在修饰名词的时候,要把它改为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个だ。 好,像刚刚这个あかい,它是一个用言的形式来直接修饰体言。 那么しづかな也是一样。 しづかな,它是由しづか形容动词加上な, 然后再修饰这个まち,那就属于用言的某一种形式来修饰体言了。 好,我们来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第二个情况,用言的某一形态加用言本身。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 さむい这个词。 本身作为形容词,它就是一个用言。 那么形容词把い去掉变为く,再加上なる。 在语法当中属于变化。 那さむい是冷,さむくなる就是变冷。 那其实なる这个词,它仍然是一个动词。 那动词也属于什么呢? 用言。 所以这个是属于用言形容词的一种形式, 加上了另一个用言动词。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 第三个,副词加用言。 とても是副词。 よい是形容词,形容词属于用言。 とてもよい,非常好。 接下来第三种,独立词加附属词, 再加独立词构成的词组。 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せが高い。 个子高。 首先,せ,它是一个什么词呢? 独立词,就是单独的一个名词,独立词,加附属词,再加独立词构成的词组。 好,我们来再看。 这个高就是,也是单独的一个独立词,而中间这个が就属于一个附属词,它是一个柱词来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概念给你讲清楚,像这个在生活当中用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用去纠结, 因为它只是在语法学当中给到你的一个注解和解释。 好,同样,其实就是一个词加一个柱词加一个词,这种理解可以理解。 机会加一个托,再加一个椅子。 本加一个を加上読む,就是一个词加一个柱词,再加一个单词。 机会と椅子是桌子和椅子,本を読む,是看书。 好,我们来看下一组。 街へ行く。 好,我们来看到第四点,可以将刚刚第二和第三点归纳为几下的几个词组。 第一个是主位词组,我们来找一下主。 位呢,在这里。 第二个,联合词组。 机会と椅子,桌子和椅子。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 动兵词组,本を読む。 本是书,読む是看。 那么看书当中呢,这个名词是这个兵语,动词是位语。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动部词组。 街へ行く。 这个当中呢,街是城市。 那么街在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母语。 那么行く是动词,街へ行く是去到城里。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对象语和谓语的词组。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 首先,好きだ在这里,它是喜欢的意思。 スポーツ、体育、が是对象。 对象语和谓语。 那么谓语就是这个地方的好きだ。 对象语是指的,以体育为对象,表示喜欢体育项目。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 定语和中心词的词组。 第一个,赤い、リンゴ、红色苹果。 静かな街、安静的城市。 私の本。 好,我们来看到前面两个是定语形式。 红色直接秀式苹果。 安静的直接秀式城市。 我和书之间它是一个所属关系,所以这是一个中心词组。 赤い、リンゴ、静かな街、私の本。 好,我们来看第七。 状语和中心词、词组。 好,这个部分。 形容词把一改的空之后,它就变成了状语,同时也是副词。 空加上なる表示变化,那么寒くなる是变冷了。 第二个,とても是副词。 同时,副词也是可以做状语,那么用语是形容词是用言。 とても用语,非常好的。 下一个,中心词和补助动词的词组。 这个词,よむ再加上で、再加上ください。 ください是属于这个后面的补助动词词组。 よむで是把动词,よむ,通过变成よむ之后, 再加上で、再加上ください。 よむでください。 请看。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组。 扩大词组。 什么叫扩大词组呢? 就是把原本一个句子当中的词, 把它单独作为一个定语,连起来修饰这个人。 せが高い人,个子高的人。 第二个。 つくえといす加上わ。 当然这个不是起修饰作用,这个指的是提示主题。 所谓的扩大词组就是把之前原本是分开的一个独立的词, 把它合到一起做一个连体修饰。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を読む。 本を読む的话是表示看书。 那这个时候,他把它作为扩大词组, 然后来修饰这个時。 时候,看书的时候,本を読む時。 这句话。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 喜欢。 这个时候后面加上一个から,表示因为喜欢体育。 スポーツが好きだから。 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句子。 赤いリンゴ、红色的苹果、加が、作主语。 私の本、加上代表肯定、大事判断的这个主动词。 是我的书。 下面,飛んでいる、把飞这个词的动词变成deir的形式。 然后,过大词组来修饰tori。 飛んでいる鳥、正在飞着的小鸟。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句子的成分。 首先,句子的成分呢,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叫做主语。 どうぞ、しゅうご。 好,我们来看一下。 学生たちが映画を見ています。 学生们在看电影。 这句话当中的が是主格著词。 那么前面的学生们就是它的主语。 好,我们来看下一句。 しけんのはじまる。 这个是一个连体修饰。 修饰这个ベル、铃声。 が是主格著词。 が的前面接哪个字就是主语。 意思是,开始考试的铃声呢? 鳴りました。 想起了。 下一个。 位语。 那位语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しけんのは会社員です。 好,那这个部分。 公司职员就是它的卫语部分。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 りさんは公園へ行く。 李先生要去公园。 那么这个地方的卫语在最后。 去。 下一个。 きょうしつはあかるい。 教室是明亮的。 这边あかるい是卫语。 がっこはしずかった。 这个部分。 学校很安静。 好,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定语。 定语的日语叫做 れんたい 是连体。 しゅうし 都做 しゅうしゅく ゆ都做 ご 合起来 れんたいしゅうしゅくご 第一句句子 わたしの家は ぺきんにあります。 我的家 在 北京。 好,这句话的连体 就是在这个地方。 わたしの 我的 就是这个家。 わたしの家は ぺきんにあります。 第二句 そこで 新聞を読んでいる人は 兄です。 在那看着書的人 是 哥哥。 好,这句话 定语在这里。 新聞を読んでいる人。 在那看着報紙的人 是 哥哥。 先生は 難しい 質問を しました。 这个地方。 修饰了名詞。 先生は 難しい 質問を しました。 老师呢 提出了一个 難題。 静かな街 に 住んでいます。 住在一个 安静的街道 或者街旁。 好, 我们来看 下一点。 叫 連用 修飾語 也就是 我们说的 状语。 状语 用日语叫做 連用 是 連用 修飾 刚刚 已经讲过了 修飾 語 都做 語 連用 修飾語 我们看 第一句 一緒に 本を 読んで ください 一緒に 本を 読んで ください 一起来 看书 好, 那这个地方 的 状语 在这里 一緒に 然后 本を 読んで ください 那这个 一緒に 它起到了 对整个 句子的 一个 修飾 一緒に 一起 来 看书 第二句 もっと 早く 読んで ください 这句话的 もっと 早く 可以来修飾 这个句子 请读得 更快一点 もっと 早く 読んで ください 好, 我们来看 下一点 宾语 叫 目的语 どうぞ 目的 語 第一个 本 那么 这个 本 就是 它 看的 内容 是 冰语 是 冰语 找冰语 很容易 我的前面 是什么 就是冰语 第二句 テレビを 見る 那么 テレビ 就是 冰语 看电视 补语 好, 补语 我们来看 第一个句子 寝室は2階にあります 这是个存在句型 寝室在2楼 补语呢 就是时间地点 这样的词 像这句话当中的2楼 就属于补语 下一句 教室で勉強しています 在教室里学习 那么教室就是补语 北京へ行きます 去北京 那么北京就是补语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对象语 日语叫做 対象語 対象語 第一句 あなたは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すか 你喜欢 喜欢的内容是什么 日本料理 所以这个地方的 日本料理 就是他所喜欢的这个表示的对象 对一次 あなたは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すか 你喜欢日本料理吗 我想要一台相机 カメラ 就是对象语 第三句 他会什么 或者是英语 对象是英语 第二句子的特殊成分 第一个 独立语 我们来看两个独立语 所谓独立语就是说 跟这个句子的其他成分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它起到一个语气 或者是断定的作用 さあ いきましょう 好 那我们走吧 さあ 没有实质的意思 さあ 使用的话有好几点 比方说的感到迟疑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会说さあ 比方说 那该怎么办呢 さあ どうしよう さあ どうしよう 该怎么办呢 这个在日记动漫里面听得多 而这句话的さあ 是起到一个催促的作用 那好吧 赶紧走吧 さあ いきましょう 好 第二个 独立语在这里 いえ 否定 私は英語はできません 不 我不会英语 好 这句话当中的いえ 就是这句话当中的独立语 所谓独立语 就是跟其他的句子成分 不扯上关系 单独作为解释 好 我们来看到同位语 私たち日本語が学生 日本语课留学生 注意段句 别读作日本语科学了 好 那我们的话 就是指的 这些日语专业的学生 所以这两个之间 它属于同位语关系 那我们日语专业的学生 今年今年の春 日本を訪問しました 今年去到了日本 访问了日本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外卫语 外卫语讲的是什么 我们来理解一下 私は上海で生まれました 我在上海出生的 第二句 上海 私はここで生まれたのです 这个noです 是表示客观事实 或做介绍 生まれた的 是把生まれる的 入去掉 直接变大 它是mashita的 一种简体形式 mashita是动词过去式的 礼貌题 大是动词过去式的简体 noです 前面只能够接简体 第二句话变成上海 我在这里出生了 所谓外卫语 就是要把一句话当中的重点 把它前置到最前面来 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地点 所以把一个句子当中的部分 拿出来放到外面 然后来起强调作用 所以这个叫外卫语 那我们来再看到这句 私の誕生日は 我的生日是 5月5日です 5月5号 那5月5号是它所表达的重点 它把5月5号放到前面去 然后打一个顿号隔开 この日强调这一天 私の誕生日です 5月5号 那么这一天就是我的生日 把5月5日放到前面去 作为外卫语 为了起加强和强调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下一点 插入语 所谓插入语就是插在句子的中间 表示补充和说明的作用 跟前面的句子 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比方说中间这句话 就属于插入语 日本人は 好 主要是讲的什么呢 寿司が好きだ 喜欢受词 例外も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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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もあるが 有例外 が が 在这里的话有两个作用 那除了他可以表示 这个转折之外呢 同时还可以表示 瞬接或者承接 那日本人呢 也有例外 这个情况 这个ある指的不是人 只是情况 但是呢 寿司が好きだ 还是喜欢吃寿司的 好 我们来看到下面的 注词 第一个我们要复习的是 隔注词 より 它的意思是呢 比 表示比较的对象 tennisは fatomintonより むずかしいです 那这个网球呢 要比羽毛球 要更难 这个地方的より 记得是比较对象 前面是わ 是这个 比这个 要怎么样 第二个 隔注词 と 那 と的话呢 在这里是表示引用 表示称谓 私の名前は おゆみんと いいます 这个地方就是引用 前面是我所说的内容 准体注词の 主要是为了代替 而做省略 この本は私のです 这本书是我的 这里省略了一个什么 书 所以 の 作为准体注词 可以取代 后面要重复的那个名词 第三 接续注词から 主要是表原因 还记得から表原因的时候 是比较主观的原因 主要是主观的原因 主要事故を言いますから 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注意事项 所以 よく聞いてください 请仔细听清楚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接续注词ので 也表原因 但记得 它是偏向于讲 客观原因 明日は日曜日なので 名词加ので的时候 要多加一个な 休みです 因为明天是星期天 所以休息 那么明天是星期天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副注词だけ 表示仅仅只有 表现定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并列出词 并列出词 ドカ表示例句 君読みでは 魚とか 魚とか読みます 它指的是 鱼这个单词 鱼这个单词的 迅读的话呢 既可以读作魚呢 也可以读作 魚这样的方式 読みます 是读作 好 我们来看 注动词 类型 讲几个 ない 那首先的话 ない的话 作为注动词 我们之前也提过 就是如何变ない呢 一般动词 是首先变成未然形 再加上ない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部分 就属于它的 注动词的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問題用紙を 出さない人は 採点しません 不教这个试卷的人呢 将不给予平分 或者不给打分 那么这个地方的 打算ない 就是把 打死这个词 首先变成未然形 打算 再单独加上ない 变成打算ない 太表愿望 还记得吗 太是表示 想做某件事情 面白小词が 読みたいです 読みたいのです のです和です一样 のです主要是表示 客观说明 読みたい这个词 它是把 読む这个词 首先变成 联用形 読み 然后再单独加上 たい 变成了読みたい 我想看 有趣的小说 第三 讲的是意志形 う或者you 五段动词 是把三段 变成五段加う 一段动词 是去掉路 加上you 来週北京へ 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我想下一周 去一趟北京 这个点词 原形是五段动词 行く 我刚才讲了 五段动词 要把三段变成 五段加う 所以く的第五个音 是こう 所以再加う 就是行こう 我想下一周 去一趟北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形式体验 形式体验叫 のこと つもりはため 分别 の の是没有实质意思的 它不是原来 那个的的意思 它是作为 使前面的 什么样的句子 体验化 音楽を聞くのが 好きです 首先我们看 喜欢的对象 一般用が就好了 但是が的前面 一般是什么 名词 那如果你记得 是一个动词句的时候 就需要通过这个 の把前面的 动词句体验化 音楽を聞くのが好きです 第二句 こと こと和の是一样的 只是 の的话可以指人 或者指物 而こと一般只能指事物 作用也是体验化 英語を話すことが できます 看这个部分 できます是表示会 会的事情前面 一般是名词 初词用が 但因为这个地方的 が的前面是 英語を話す 这样的一个 动词句 所以通过 こと 使前面的 这个句子 体验化 英語を話すことが できます 会说英语 第三 つもり 表打算 但是它的主要作用 是表示打算 它不像刚刚前面 の和く 都是前面的句子体验 那这个不是指体验化 它是自己有 自己独立的意思 不要打算 但前面要求 接动词的话 一定是基本形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 ため ため 是表示目的 换句话 意思是表示 为了 为了 那ため的话 一般完整的句型当中 会有一个 に出现 柱子夹在后面 所以构成了 ために ために的话 一般前面是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后面是付出一个 什么 行动 祖国を設計するために 为了设计祖国 がんばります 会努力 为了前面这个目的 而付出后面的行动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一句 句型 何々は何々が 表示对象语 何々は何々が 私は音楽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 音乐 何々と何々と どちらが何々 比较 テニスと バトミントンと どちらが 上手ですか 那么网球和这个羽毛球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第三 形容词和形容动词 加なる表示变化 但是形容词 要把一改为く 形容动词 要加一个に 所以我们来看 音楽の番組が 多くなりました 新容词版 一改为く 之后 じゃなりました 表示音乐的 节目 已经变多了 第二个 番組の内容が 豊かになりました 豊か 是新容动词 加一个に 在じゃなりました 节目的内容 变得 丰富多彩 起来 も も 用一字 用两字 都是都的一字 中華料理も 日本料理も 好きです 都喜欢 本来 喜欢的柱子 应该用が 但因为都喜欢 所以把が 就去掉 用两个も 表示都并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疑问词 加も 疑问词 如果加も 的话呢 是全面的 否定 其实 疑问词 加も 的话 也可以表示 全面的 肯定 都可以的 其实这个地方 要补充一点 他除了讲否定 还可以讲肯定 但如果是 でも的话 就只能是 全面肯定 我们来看一下 教室には 誰も いません 教室里 任何人都没有 第二句 スポーツは 何でも 好きです 全面肯定 体育的话 啥都喜欢 好 下面 动词 把它变成 で 加上 はいけない 表示 不可以做模式 好 我们来看句子 子供は お酒を飲んではいけません 孩子不可以喝酒 如果说 不可以喝酒 可以说 いけないですか では いけないですか 好 或者 いけません 也可以 いけません 我们就直接加加 记住 いけません 可以把ません 换成 ない 这样的话 いけない 是简体 いけません 是礼貌体 一样的意思 必须 なくてはいけない 那刚刚说 那个ない 可以换成ません 所以还可以说 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必须 今日は 食材を 出さ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今天必须要 叫作业 出さなくては 把出す 这个词 变成 未然形 出さ 然后再加上 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必须今天 叫作业 何々でもいいです 意思 这样也行 時間を 伸ばしてもいいです 伸ばしてもいいです 也可以将 时间延期 那么 这个点词 伸ばす 把这个 す去掉 变成 してもいいです 最后一个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这叫可以 但这叫 不怎么样 也可以 今日は 食材を 出さ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今天 不加作业 也可以 出す 首先变成 未然形 出さ 变成出さ 之后 就加这个地方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表示可以 其中 いいです 还可以换成 構いません 这个也在 之前的 语法里面 提过了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 看下一组 动词提醒 加上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请稍等一下 ないでください 把动词 变成 未然形之后 加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 無理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 免为其难 这是一个 三遍动词する 变成 し之后 加ないでください 就可以了 第三个 变成 て之后 加から 表示 做完什么之后 毎日 起きてから 把动词 起きる 先变成 て 在家から ラジオ 体操をします 毎朝 起きてから ラジオ 体操をします 那每天早 上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做 广播体操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动词 起きる 是一个 一段动词 把路去掉 变成 て 在家から 表示什么什么之后 是一个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 ナラウ 这个单词 它的原型 写的是 ナラウ 那么 它跟 勉強する 一样 指学习 但是 勉強 主要是 讲 自己 学习 而 ナラウ 指的是 向某人 学习技能 或者专长 日本語 日本語 学习 日本 日本 事情 も よく 勉強 してください 请在学习日 的同时 也多多 学习一些 日本的 时事 或者 事情 事情 都做 吉 就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到 ナければ ならない 这个 ならない 也可以是 なりません 表示 必须做某事 不做不行 明日 宿題を 出さ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就是 把动词 变成 未然形之后 变成 未然形 四 变成 三 再加上 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其中 なりません 可以是 ならない 那 这个前面讲了 另外的话 我们在讲 这个语法的时候 还讲过 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还可以把 后面的 なりません 改成 いけません 这样的形式 也可以 还可以把 前面的 なければ 变成 なくては 也可以 所以就有 三种说法 一个是 なければ なりません 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第二个 なければ いけません 第三个 なくてはいけません 也可以 称为 なりなり どういう 叫做 什么 昨日 山田 どういう 人が きました 主语是 这个人 昨天一个叫做 山田的人 来了 所以是 称为 最后 なさい 是命令 记得前面 接动词的 这个 连用形 接动词的 连用形 然后呢 它等于 てください 但是呢 他比てください 要写的 声音 所以只能是 同辈之间 或者是 上对下 これから 从现在开始 よく 好好的 勉強しなさい 那么 勉強し 它是来自于 动词 勉強する 把する 变成 しじゃなさい 就表示 请认真的 学习 从现在开始 好 那这一课的 单元的 总结和复习 就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 要跟大家 讲到的是 前文 课文 以及 绘画和阅读的 部分 词